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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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你们有耳福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放一段 非常优美的音乐 当然以我的经验 如果闭上眼睛去感受 会更好 我可以负责任地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负责任地 我可以负责任地 这段音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梁柱 它可以说是 中国古典文化 古典音乐 和西洋乐器结合的一个完美典范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很多的小提琴演奏家 都对它有过 自己个人的经典的演绎 但是其中把这个作品演绎得最为传神 而且也是在世界音乐舞台上 让它成为中国音乐的一张名片 是大家熟知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掌声有请 吕思青先生 许老师 您好 欢迎您来到开甲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各位 各位请过 刚才听到的那个版本 后面还有掌声 我看看观众能不能知道 大家能听出来吗 最近的一次 一次非常重要的 世界性的峰会上 G20 您演奏的这个版本 被我们节选了 主题在线的这一小段 但是我相信这个曲子 您拉过的版本 您可能自己都不记得了 对 我没有具体的统计过 唱片 我是正式录是录过五百 五百 演出我觉得 不计其数了 对 几百次 应该有了吧 几百次 所有的谱子 应付全在你脑海里 我的朋友形容说 你是不是睡着觉 也能拉梁柱 已经进入潜意识范围了 您拉这么多次梁柱 同一个作品 会不会有 在重复太多之后的 那种枯燥的感觉 就审美疲劳 我觉得审美疲劳 对于艺术家 和对于观众来说 其实都会有的 但是这也是 对我们的一种挑战 当作曲家 把这个作品完成以后 他还没有 真正有他的生命力 他的生命力 是需要我们演奏者 去把它唤醒的 我们每一次 在演奏同一个曲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试图 挖掘这个作品的 更多的情感 更多的内涵 然后更多的一种 表现的方式 像梁柱 我都拉了 可能二十多年了 在这二十多年当中 其实我的生活 我对生活的认知 感受 以及我对小提琴 对艺术的这种感受 也是不同的 也在不断地 所以其实每一次演奏 都融入了我的生活的履历 每次您自己拉出来 也许都会被自己 某一个处理 惊讶到 今天我怎么 在这个颤音上 这感觉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拉到某一个句子的时候 突然想 我今天想这样表演一下 这样表达一下 对 确实是 但是这个很有危险 因为我们演奏 经常是需要跟钢琴配合 或者跟乐队配合 还有指挥 对吧 对 他们其实很害怕 像我这样的独奏家 因为他喜欢 排练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对吧 你这个地方 比如渐慢 或者那个地方渐快 你演出的时候 最好都这样 因为他就事前有准备 对吧 对 你突然 一级性 一级性 他找不到你了 你知道吗 钢琴 对 但是呢 有经验的音乐家 都是会提前有一种 暗示给你的合作者 比如你这个地方 想有点特别的处理的时候 你会用眼神 也可以 看一眼钢琴 钢琴马上 对 就有默契的艺术家 会有这种 大家注意到细节没有 从吕思青先生上台 我一直在观察 他拿小提琴的方式 好像和我们平时 想的不太一样 大家都觉得 小提琴长这么长个脖子 你就直接薅着脖子 拿就完了 但是你 你怎么这回薅着脖子了 不是 我是一直这么拿着 没有 您刚才上来 一直拎着他这个 琴的这个头 你看 我老怕 您一不小心 一手 你必须得拎着这 因为它正好可以卡住 这个脖子 这个地方 正好可以卡住 对 我们一般就是两种 两种方法 一种是夹着琴 也挺帅的 对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 对 刚才您跟我讲话的时候 您一直是这么拿 我就老怕您 一划 这个 不会 你看这勾着呢 当然我 我确实要非常小心 因为 因为这把琴 是 有超过 坐稳了啊 三百岁的老爷爷了 一七零九 一七零九 对 一七零九年的 哇 意大利至秦大师 Galiano 制作的 想不想听一听 一七零九年的声音 好 那我就为大家演奏一首 帕克尼尼的A大调 奏名曲 好 张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送给李宗盛先生 谢谢 我觉得音乐家都是魔法师 就他那个音乐 能够把你的心抓起来 放下去 揉啊捏啊 站在旁边给我听的那种感觉 那边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小男生 就在您中间那个 我不知道叫什么 波弦 波弦 对对对 那男孩听的 摸手多行 是你吧 你跟旁边的小女生 对 在模仿这个 已经完全投入了 您身后还有个女生 做的这一排的 刚才想咳嗽吧 就您刚拉一会儿 她就想咳嗽 我站在那个角度 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她 因为她知道 那个时候 她一旦咳出声音来 会对您的演奏 可能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把掌声 送给这个观众 今天来的都是知音 都是知音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让吕思青先生 给我们开讲 但是在此以前 为了方便您演讲的时候 您自由一点 对 咱们把琴 对 给您 我知道 你们特意给我 准备了这么个架子 我家里还没有呢 送给您 我还在想说 节目录完了 我就把这个拿走 对对对 送给您 这也是古董 也是古董 我在后面试了半天 就说看看她会不会 稳不稳 对呀 可得放稳了啊 你这万一要是滑到了 我们可负不起这个责呀 您放心吧 绝对给您保护好了 好 掌声有请 吕思青先生开讲 特别高兴 今天来到开讲了的这个现场啊 咱们有句这个俗话叫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但我这个君子平时都是动手的 在舞台上呢 当然我们都是用音乐 跟大家沟通 音乐啊 对一个人来说 它会让你的心灵 有很多的感知 感受 它可以让你在看世界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视角 可以感受到世界 给你更多的这种 丰富的这种情感 我其实特别想说呢 没有音乐的人生是遗憾的 我真的是特别感恩我父亲 他能够让我在 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接触到了音乐 我还记得在我们家里啊 小时候 我父亲他收集了很多 黑胶的唱片 七十八转的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唱机你们太年轻了 那时候家里能有一个唱机 是很奢侈的事情啊 那那个七十八转的 那个黑胶唱片啊 它一面 基本上只能放几分钟 不像现在的这个CD啊 或者是USB这个储存 可以储存很多很多东西 那时候一面只是几分钟 所以你想一个 比如说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乐 我记得是要这么厚一摞 我就记得我特别痴迷于 去放这个唱机 我就看着这些唱片啊 柏林爱乐乐团的贝多芬啊 又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 我就特别兴奋 听着这些音乐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这些唱片直到现在 还在我们青岛的家里 这个放着啊 是我们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 就是我现在 真的是特别幸运 能够在全世界各地 给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 不同国家的人们 来演奏 非常的开心 但是我更开心的是呢 我能够去把我们自己的 中国的作品 能够带给全世界的观众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家 我们还是要有使命感 要有责任感啊 我经常说 如果中国的音乐家 你不去推广自己的 这个作品的话 谁去帮你推广 对吧 我演奏的最多的一个曲子 就是梁祝舞 这个小金写奏曲 它其实完成于1958年 是探索小金演奏民族化的 这么一个课题 然后也想西洋音乐 这个民族化 交响音乐民族化的 这么个课题 我们在演奏它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问题 因为它是根据中国的 这个五声音阶来的 乐剧的唱调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小金星 是根据七声音阶的 这个结构来设计的 所以拉外国曲子很容易 那个把位啊各方面 就是都是很准确的 都是很规范的 但是拉到中国曲子以后 想音准啊 跳跃的东西啊 就变得比较麻烦 而且呢就是说 跟外国乐团演奏它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外国的这些音乐家 他是很职业的 他拿到一个曲子 他就是看音符 所以他并不理解这个 梁柱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一开始去国外 演这个梁柱的时候啊 挺费劲的 因为我每次都要 给他讲这个故事 而且那时候吧 这个故事还不太好讲 因为它还挺复杂的嘛 而且那时候 我这个英文也不够那么好 所以还给他们讲 很长时间 总算他们就弄得懂了 然后懂了以后呢 他们就会表现得比较好 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 窍门 我就跟他们说啊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啊 这是中国版的 罗米欧与朱莉叶 哎 这个行 他们一下就懂了 我也不用说两年同窗 什么什么 又要什么抗婚 又什么 对吧 这个就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说 有一个地方 我必须要说一下 就是画蝶 因为画蝶是梁柱 重要的一个思想的 一个表达 对于爱情 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 对吧 那罗米欧与朱莉叶 没画蝶 对 我说我们中国人 还是比较浪漫的 但是你还在跟他们 稍微讲一下 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人 对于情感的 一种表达的方式 我们是比较含蓄的 那个朱英台 他喜欢梁山博 他最多就是暗示他 对吧 也没说出来 但罗米欧与朱莉也不是的 他是在阳台底下喊的 对不对 这个西方的这种 情感的表达 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 其实也是的 而且他是比较 曲折 比较丰富的 所以你在演奏的时候呢 也相对是要 比较含蓄一些 把东方人的这种 唯美的这种 情感吧 要把它表达得好一点 学习西洋音乐的人来说 这个华音 就是变得非常麻烦 这样吧 我来跟你们 展示一下 我问一下 你们知道 华音是什么吗 知道 就是你这么一华 对吧 这就是华音 这就是个华音 对吧 那西方音乐吧 它就直接华 但是这个梁柱里 它有很多种 你看 像刚才这个 它这个小三度的华音 对吧 它是 华了一个三度 那有的时候它是 它是抹音 没有三度 它只是回来一点 对吧 然后有的是 从中间滑 有的是从底下滑 所以就是 这个华音啊 对于这个 国外的音乐家 就是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了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说 听国外这个 提琴家演奏 这个梁柱吧 觉得 不中不外的 就是 只是觉得 不地道 对吧 就是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 是这个华音 华音它没掌握 因为 它就没听过这个乐剧 也没听过中国的音乐 它怎么知道 这个华音怎么华 所以这个华音 还是要教他们的 包括 不是有两段 小精进和大提琴的 这个 对话吗 每一次排练 我都要单独 跟这个大提琴家 要练好多遍 他光听吧 也不能够完全掌握 也需要我告诉他 就是 这些华音啊 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这个 这个还是 非常具有这个戏剧的 这个效果的 一种情感的 这个表达 我记得 陈刚老师啊 曾经跟我说过 有太阳 升起的地方 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呢 就有梁柱 那我记得在 97年 这个 香港 回归的时候啊 当时我们组织了一场 很大的 那个音乐会 是在洛杉矶 好莱坞 晚行剧场 那是个 很漂亮的剧场 依山而建 观众其实是 往山坡上去的 当时这个演出 现场有差不多 两万多观众 这个梁柱 我这个主旋律 一起来 那个掌声就从 半山坡 哗哗哗就滚到 这个台前了 那在一般的音乐会上 是没有的嘛 一般音乐会 我们拉着 是不能鼓掌的 但是那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是 很自豪啊 听到了自己 民族的非常著名的曲子 也为自己是 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其实现在啊 我们的这个社会 发展得很快 对吧 我们都在 求快 求变 求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思维方式 现在都是变得 非常快 就扯都扯不住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音乐就可以给我们 一些心灵上的这种 抚慰 让我们沉建下来 让我们能够去 更好地去感受 生活当中的这种美好 很多人觉得音乐 尤其是这个古典音乐 对吧 太深奥了 太高高在上了 所以古典音乐 没那么高高在上 从了解它 到真正地理解它 其实你就是少了一个 从陌生到接触 然后再到熟悉 这么的一个过程 我们音乐家 其实就应该给你们 创造这个过程 希望呢 音乐能够永远 伴随着你们 也希望在今后 我能给你们带来 更多的美的音乐 谢谢大家 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新年 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各位 大家请坐 今天应该来了 很多小情童 据我的观察 我想做一个调查 家长不要干预 所有的小情童们 请起立 好 请多 我问一个问题啊 不要看爸妈 自己真的觉得 练小提琴挺累的 挺枯燥的 不好玩 不想学的 是爸妈真的 硬逼着你学下去的 起对手 有一个孩子 你是个勇敢的人 你知道 从今天起 日子还得继续吧 知道 旁边坐的是你的 妈 学了多久 排不到一年 好了 孩子已经明确地表示 他志在他方 回去以后 会就这个事 跟他好好聊聊吧 那倒不至于 我觉得可以让他 多练一练 这个态度我很喜欢 你听了妈妈这个说法 你现在内心 真实的感受 感觉被掏空了吧 对 真实的感受 你还得继续学 咋办 我不想学了 一场家庭大战 即将出发 你想想 要是那个 你现在坚持学下去 等着你上那个 大学会工作的时候 大家聚会的时候 然后说 谁可以拉 拉个小的行李 没人 我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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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学还是不学 这个不是今天决定的事 我们知道了 你的 是明天吗 孩子水深火热 好不容易来个救星 又给拖到明天 我父亲其实本来 不太想让我很快地学音乐 因为他在教我两个哥的时候 吃了很多苦头 学音乐 其实是很艰辛的一个道路 在这种漫长的路上 还是需要有人引领你 有人去支持你 我其实也很想 跟现在学习音乐的 这些评统的家长说 不要光让小孩 就是机械的每天练琴 其实要给他创造 更好的一种音乐的氛围 要让他感觉到 音乐无处不在 音乐是他生活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音乐 那小孩觉得 你是在强迫他 做一件 跟他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 你要给他创造机会 要让他去听音乐会 听这个CD 对吧 多跟他聊一些音乐的故事 音乐家的故事 曲子的背景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 观众也写来了 很多小纸条的问题 我挑几个问问你 好 可以 第一个观众很坏啊 很坏 刘老师您好 请问现在艺术家 都流行烫头吗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在17岁的时候 16 7岁的时候 在准备那个 帕克尼尼国际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经常需要合伴奏 然后我们音乐学院 有个老师 其实他认识我挺多年了 有一次合到一半 他突然停了 他说 旅心啊 我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你 就是一直没好意思问你 他说 你这么忙 怎么还有时间去烫头呀 我说李老师啊 你不知道 我是自来卷 你应该吓唬一下 那个李老师 你说我不用出去烫 我每次都拿秦工 在火上烤一烤自己 那我秦工去烧煤了 当然这个问题 我不是真的想问说 是不是艺术家都烫头 但是它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您眼中 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艺术家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美传达给大家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能够最好的 最好的把美传达给人们的人 对 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吕老师 如果让您选择 您是更喜欢在森林里 小溪边 还是更喜欢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 演奏小提琴 哇 这个问题 好有感觉 小溪里有鱼吗 对 这些东西 这画面您要有 有 就那种尊鱼 还蹦着跳着的 森林里有各种动物 这个问的也很好 其实在哪里拉不重要 关键是你音乐里 要拥有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就像观众一样 我们其实是 用我们的音乐 去感染观众 把它拉进到 这个音乐的世界里 我并不强迫 他一定要接受我的 这个音乐观念 或者情感 有一千个人 就有一千个梁柱 对吧 每个人有 他不同的生活经历 审美的标准 我们更希望是 创造一种机会 让更多的人 能接触到好的音乐 接触到古典音乐 但是我知道 您曾经在很多 很接地气的地方 普及过 最接地气的一个地方 哇 挺多的 我去年是去到 门头沟那边 一个村子里 那个老妈妈 老大爷 就从来没见过 小天青是什么样 真的 然后从来没听过 一场古典音乐会 您就在他们面前 我们就拉 我们是国家大剧院 那个五月音乐节的 这个叫走出去的 这个工艺活动 我是五月音乐节的 艺术总监 所以我们每年 都会走到北京的 各个角落 去给他们表演 到地铁里 到这个农村里去 真特别好 而且他们都觉得 原来还有 这么好听的动静 然后最可爱的是 一个小女孩 我拉完了以后 我拉完了以后 她在门外的那个树上 掰了一个汁 献给我 特别让我感动 其实不是说 很多人不喜欢音乐 而是她从来没有过 这个机会去接触音乐 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对 我听说您在火锅店里 搞过快闪 就是古典音乐的快闪 我觉得这个快闪 我很亏 我连口火锅都没吃到 闪得太快 闪得太快 我本来想把琴 放吃两口 艺术家想了很多办法 就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在不同的场合 在我们生活中 哪怕最平常的场合 能够听到最美的音乐 刘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 就是来自于您说的 最接地气的地方 门头沟 对 门头沟区斋唐镇的百育村 就刚才那个地儿 对对对 当时我是负责 前期的宣传工作 通过各个村的大喇叭广播 然后 村民朋友们 对对对 村民朋友们 今晚将有交响乐表演 对 世界级的音乐家 世界级音乐家 对 吕思青先生 然后也写了很多的大字报 然后贴到各个村的宣传栏里边 大概是一月的时间去准备 但是您表演的当天 因为办公室里需要留人 所以我当天没有去到现场 很遗憾 但是今天呢 在这里听了您的演讲 也听了您的演奏 是弥补了这个遗憾 我们村里的代大妈跟我说 说吕思青老师过来 是我们第一次见到 上过春晚的 活着的真的 活着的 对因为他们 活生生的 对活生生的 因为他之前是一直在电视上看 没有真正的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以我村官的工作来说吧 我工作两年多了 然后接触到国家级的 像您这样的演奏家呢 这是第一次 目前来说也是唯一的一次 其实我很想给村里面带来很多这样的活动 但是现实中呢 还是很少的 您能更多地走进这些接地气的地方呢 我们一定努力去做 因为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 确实这个走出去这个公寓活动啊 特别受欢迎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地方 非常需要我们把音乐送过去 比如像门头沟 很难说专程到国家大剧院来听场音乐会 对吧 所以我们是需要去搭建更多的这种 桥梁 途径 把更多好的音乐送给不同的人 所以我也去反映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去门头沟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活动联系起来困难吗 成功率高不高 怎么说呢 其实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 实际上从我们到门头沟区是60公里 也就是说坐车山路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所以很少有这么高水平的艺术团体 能够说你们一邀请马上就前往 这个很难 很难 对 应该想办法先给你们做一个 这个古典音乐音响式 对吧 他们有大喇叭呀 对 放点古典音乐嘛 对对 可以先想想办法 这个CD先给你们 对对对 现场演出不一定有 哪怕考个音乐给你们用邮件发过去 MP3 是吧 你都能在大喇叭里放的 希望你能为村里的父老乡亲 带去更多文化的滋养 拜托了 来 听您这些经历 我感觉您真是我认识的 最接地气的演奏家 那台下观众如果睡着了您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 好尖锐 近期好像只有我大儿子睡过去 睡过去一次 你们也听说过欧美的这些大家来演出 他有的时候会对观众有意见 对不对 有人照相了 像慕特 观众一啪一照相 他啪 停了 下去了 下光灯 对 影响他 包括手机 没关机 这铃声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其实呢我也经历 我一看台下 看不着一个脸 全是手机屏幕 就大家都在拍 对都在拍 但是我是比较理解 我觉得就是说 在不同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你要有一个宽容度 对吧 你如果特别粗暴地去对待 一种现象的话 你很可能把你未来的这个听众 或者音乐爱好者给赶跑了 对吧 所以我只有一个宗旨 我拉的时候 我也知道台下是不是在专心听我 但是呢我是不管 我要做的是把自己的琴拉好 把最好的音乐给观众 然后让观众自己去体会 如果他真的觉得 我这音乐让他睡了 也挺好的嘛 说明我拉的是小夜曲 其实我相信 举着屏幕的那些观众是善意的 他是想 难得见到这么一次高水平的演出 我留在手机里 我回去还能反复欣赏 有一些习惯传统 得慢慢慢慢地 在中国的观众当中建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恰恰消除这种文化之间 差异和误解的东西 就得靠着 这是我们的工作 对 我们现在要培养 更好的一些 欣赏的这个习惯 其实我在两年之前 访谈过您 不知道您还没有印象 是是是 我当时问过您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才叫演奏大师 您告诉我说 其实演奏大师 不只是让行内的专业人士 觉得你这个演奏水平最棒 其实是让更多 没接触过音乐 不怎么懂音乐的人 都能被感染 然后来喜欢音乐 我觉得您一直在秉承 这样的价值观 然后让高雅的艺术 能延伸到群众中去 我觉得这样才能让 古典音乐更有生命力 是的 是的 谢谢 谢谢刘老师 下一位 在国家大剧院的现场 听了您的那个 《魔宫传奇》的巡演 演出结束以后 出现场的时候 在那个电梯旁边 刚好碰到了您的妻子 和两个儿子 因为我经常看微博 所以都认识他们 然后我就过去打了个招呼 被你给蹲住了 对 被我发现了 然后还去合了个影 之后当时呢 我就跟您的妻子说 我说 祝孩子们早日成为音乐家 但是他的回答 让我特别意外 他跟我说 他说谢谢你的喜欢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 所以想听吕老师怎么说 就是您希望您的孩子 成为音乐家吗 其实有个特别怪的现象 就是拿音乐家来说 不拿别的行业了 所有的这些 最有名的这些音乐家 你们知道他后代是谁吗 说不出来一个吧 还真是 对不对 当你本身已经是 很成功的 这个音乐家的时候呢 你真的是没有精力 去培养你的孩子 他们的父辈都是 全力培养的 对像毛达特的爸爸 什么 贝多芬的苏妻 都是带着他们到处 给这些贵族皇宫去推荐 很少有子承父业的 学音乐确实很苦 很多人 他经历了这段以后呢 他可能不太想让孩子 再经历这个 漫长的这个学琴的过程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像我一年可能有 七八十场演出 在全世界各地 那我一年可能 在家的时间 也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所以即使我很想 让我的孩子学 我也没有时间去 真的去 发工所 对 辅导他 但是有一点 就是我希望 他们的生活当中 有音乐 这是最重要的 没有音乐的生活 是遗憾的 是不完整的 把孩子领进一个 美好的地方 让他感受到 平时忙成这样 回到家 孩子如果喜欢练 您肯定高兴 但如果他不想练 您还得自己练琴呢 经常我们家是 三个人一起在练 因为我也有很多 音乐会 我有很多曲目要准备 那您平时肯定会 教两个孩子 拉琴 是会特别有耐心呢 还是说 有的时候也会很严格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您挺有耐心的 应该 不要被迷惑 你其实说得很对 我特别有耐心 是对别人的孩子 往往都是这样 真的 哇 自己孩子一拉吧 撑那个 火就上来了 怎么还拉不好 我试图有耐心 但是很难 您的父亲是引领 您进入音乐世界的 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具体 他是怎么影响了您 我觉得我父亲是 他是以身作则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父母呢 其实叫小孩 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往往是忽略了说 你叫小孩去做 然后我们自己去玩 或者去干别的事情 其实小孩会 很有意见的 也很有抵触感的 对吧 说你都不去干这个事 我在这干什么 对吧 所以我父亲他 从很早的时候 七十年代中 就开始抄谱子 因为那时候呢 没有谱子嘛 那时候那个谱子 都要跟别人借 借完了都是抄完了 赶快还给别人 能有份原装的 这种谱子 很难得 后来呢 我父亲觉得 所有学情的家庭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吧 他就后来就改课钢板 晒涂 然后把它印刷出来呢 油印出来以后 分给这些学情的 这些家庭 所以这些都影响了我们 我觉得他对这音乐的热爱 这执着 然后去普及这个音乐 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所有这一切 都让我觉得 学习了音乐 认识了音乐 多么美好 对吧 所以您实际上是 完成了父亲的一个心愿 是吧 他不承认 他课了十几年的 后来他是专业课谱子 给我们的这个 人民乐出版社的 那个音乐创作 还有很多刊物 他都课谱子 然后他 他这个会出来的谱子 是直接印刷的 就像现在电脑上 打出来的一样 他所有的东西 都手工的 特别 特别棒 很漂亮的 对 那您和父亲之间 有没有什么 就是让自己觉得 很遗憾的事情 就是我没赶上 他去世的时候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遗憾 就是他没看到 我两个儿子 而且有点私心 就是如果他还在的话 他肯定把我两个儿子 叫得特别好 是的 对 我主要特别遗憾 就是说 在我有能力 让他生活得 更好一点的时候 他早就去世了 对 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作为父母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他一定教的 第一件事是做人 所以刚才 吕老师说的 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父亲的行为 把谱子刻下来 给那些 家里有学情的孩子 但是又没有办法 去买谱子的这些家长 就这一个细节 你让孩子能够感受到 什么是美好 什么是善良 建立起这样一个 美好的心灵基础 你才能有条件 去感知外界的美 杨老师 带着家伙来 我是中国音乐学院 国乐系的研究生 国乐系 就我们常说的名乐 对 是吧 然后我今天也把自己 所学的专业的乐器 带到了现场 然后我不知道 现场大家有多少人 认识或者是了解 这个乐器 排敌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 特别古老的 黄管乐器 声 它也是世界上 这个自由黄乐器的 一个鼻祖 比如说西方的 手风琴 还有管风琴 都是借鉴 这个声的黄片原理 得到了一个发展 让我们感受一下 黄管乐器 中国的 对 好那我为大家演奏 一段中国传统的作品 叫做天凤环配 谢谢 今天来听这个 吕老师的讲座 最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刚才吕老师说 我们作为一个音乐人 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和责任感 我作为一个 学习明乐的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 可以感受到 明乐的流行化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已经开始 慢慢地忽视了 这个明乐本身的语言 和他最想告诉大家 他的声音 我想问一下 吕老师 您对这个方面 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我这几年跟这个民乐团 合作还蛮多的 民乐 西洋化 或者是说 民族乐器 跟西洋音乐的这种结合 这个大趋势倒是 很显著的 当中国的乐器 它交响化的时候呢 它还是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 尤其存在声部的 有一些的缺陷 像比如低音声部 我们是比较缺的 所以在这个民族乐团里头 通常是要有大提琴 和贝斯的加入才可以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乐团 有改革 革湖 他们做这种大的 这种湖琴 这些尝试都非常好 而且我跟民乐团 曾经拉了很多西洋的曲子 他们把这个什么 维尼亚斯基的小丁协作曲 改成民乐团伴奏 你说其实有意思吧 什么萨拉萨基的 《流浪者之歌》 我都拉过 都跟他们拉过 我觉得也是 很好的一种尝试 我觉得 相互之间 要有很多的借鉴 因为西方音乐 具备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体系 而且具备了这种 文化自信 音乐的自信 已经是被全世界 所接受的 认可的 所以大家都在学习它 对吧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 把我们自己的 传统的这种文化 艺术 能够达到这种 高度的时候 让别人也来学的时候 你真正就是成功了 这方面可能 还是要继续去 要坚持 坚守 我这坚守最重要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年轻人学民乐的多吗 因为我知道 现在很多家长 比如说让孩子 如果学乐器 首选的钢琴 小提琴 鼓针挺多的 大家所知道的民乐器 其实就那几种 二胡 琵琶 鼓针这种 但是还有可能更多的 中国更古老的乐器 大家都还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要有作品 作品最重要 没有作品的话 你没有办法推广 而且就是 也不必刻意地去说 把所有的东西 一定要原汁原味地 去保留 比如 巴洛克时期 你一定要用 他的当时的 什么演奏技法 或者是当时的 那个乐器 时代乐器去演奏 其实我觉得 就是每个时代 它其实都应该 有自己的声音 只有有自己的声音 它才会在 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留下你的这个烙印 对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 这个时代 也应该有一个 我们自己独特的声音 所以保持好的 这种传统的同时 一定要有创新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作品说话 所以你作为研究生 下一步可能 还要考博吧 下一步准备学创作 这个好的 对 你且别说 在市场上火爆 至少是先有一部分 精髓的东西 先保留下来 别让它随着时代的 变迁 尤其今天这么快的 发展速度 别消亡了 别被这个时代 给抛在了后面 然后慢慢慢慢地 通过你们这一代人的 努力用好的作品 让它在我们的生活里 再活起来 只有当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还是活着的状态 我觉得它才可能 更好的传承 珍惜每一个舞台 珍惜每次机会 让更多的人 听到我们中国的音乐 然后让世界更多的人 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力量 谢谢老师 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其实艺术就在身边 它传递的就是一种美 这些最美的东西 永远能在人类文化的 基因里流淌下去 我想这种美是没有尽头的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这些 最努力地去表达 人类最美情感的人 谢谢你们 谢谢 感谢吕思青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下一期开讲 再见 谢谢